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25日 星期一 早前傳出 美國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可能訪問台灣 在8月份率領一個代表團 據說 向參眾兩院的所有議員發通知 連結了 這次也挺囂張的 他已經請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人 一起去 誰有興趣就是報名 拉大隊去台灣 可能佩洛西怕被中共的導彈擊落 找多幾個人陪伴 中國這次反應很大很大 因為現在 快要20大 所以反應特別大 中國竟然向美國拜登政府私下發出 前所未有的強硬警告 甚至 不排除 以軍事手段回應 究竟怎樣回應呢 有大陸的網民建議 中國派他們的最厲害的1020戰機擊落佩洛西的專機 只要將他的專機擊落 他們就不會那麼囂張 這件事當然是很誇張 中共如果可以用戰機擊落他 基本上就是世界大戰 你擊落別人的議長 這是美國總統的順位第三個當選人 第三個繼任人 總統死定了就是副總統 副總統死定了就是輪到他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說說 金融時報19日報導佩洛西可能在8月訪台 這是他訪問亞洲行程的 一環 在台灣方面 外交部表示未接獲相關的訊息 拜登在20日指出 官方認為佩洛西現在的訪台未必是一個好主意 佩洛西如果成行 就會是25年來首度有美國的眾議院議長訪台 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和其他國家安全會議高層官員 都反對佩洛西訪台 理由是說 會升高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 根據金融時報 星期六發自關島和台北的報導 即是早兩天 6個知情人士表示 中共這次的措辭強硬比以往更加嚴重 更加強烈 其中 有人指出 中方可能會私自採取軍事行動回應 根據報導 中共的軍隊 可能會試圖阻擋佩洛西的專機降落台灣 或者採取其他行動妨礙他的出火 例如動用戰機攔截美方軍機 部分人士指出 白宮是在評估中方威脅的虛實 以及中方是不是企圖透過邊緣政策 企圖將危機拉升至衝突邊緣 以增加自己的籌碼 貿取最大利益 另外有一個 NSC 吳原評論拜登政府是不是已經敦促佩洛西取消訪台行程 白宮發言人阿比表示 NSC已提供了盟絡 事實和地緣政治的資訊 給參考 佩洛西會自己決定是不是去台灣的 佩洛西訪台引發起爭議 令到美國盟友之間很擔心會不會引爆美中的關係 甚至乎是進入一個 備戰狀態 拜登近日宣佈 預計月底會跟習近平通話 最近拜登對中共的立場很軟弱 其實 習近平對於美國的立場 何嘗不是呢 現在 說得很強硬 但是習近平 一直以來就對美國示好 尤其是 他的特使秦剛 基本上不斷說一些好說話 來哄美國 好像在二十大之前要哄美國那樣 當然大陸的權力鬥爭 雙方面 都是在說現在怎樣去搞經濟 怎樣跟全世界做生意 做朋友 而不可以 閉關鎖角 習近平 也是一樣 你看到他面對的政治眼力也好 究竟是實際需要也好 跟美國 重新得到美國人 採取他 在他最大的政治本錢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台灣問題 這個是深深刺中了習近平的死穴 為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 在他上任了10年以來 說的話 全部都沒有實行到 即使他說的脫貧 賓小空 完全都是假的 中國有超過6億人 賺1,000元 一個月以下 根本 吃飯也不夠吃 糟糕也要睡街 這樣的經濟數據怎麼看得人呢 搞甚麼都死 阿頭行死 洪安新區難尾 一帶一路崩潰 還要拖累很多國家破產 然後 聯俄反美 亦都是使得中國 變成一個最邪惡的軸心國 大家想想 甚麼都被他弄壞了 研爛香港 消滅上海 令到上海所有人都覺得要走 上海人走的態度比香港還堅決 我們 繼續說回佩洛西 佩洛西這次訪問不只是訪問台灣 整個亞洲行程有很多個國家 包括日本 新加坡 印尼 馬來西亞 當然台灣是其中一個行程 不過8月這個時機很敏感 包括8月1日是中國的 解放軍的建軍節 訪台也是適逢中共高層召開北大河會議 有鑑於十一院召開的二十大 也涉及習近平可不可以連任第三個任期 所以今年的北大河會議和二十大支持 這個可以說是最後的博弈 是十分之重要 如果 佩洛西真的是訪台 習近平 可能真的 在面子上擺不下 是要跟你翻臉的 這個是有機會的 因為習近平 大家知道他個人不懂計算 他不會跟你計算任何經濟帳 他只是跟你計算政治帳 在政治方面 這個 是完全刺激到他的底線 因為這個是一個敏感時機 當然了 佩洛西當然是特意選擇這個敏感時機 4月份 5月份被拜登打停了一次 現在又來 你不是嘛 又要我假裝確診 是不是 沒得假裝了 這次 一定要去 這樣 究竟這個局勢會不會發生到擦槍走火呢 會不會 真的搞到 用戰機去夾他呢 我覺得中共是不夠膽的 因為如果以軍事的 對決來說 共軍的武器 共軍的飛機 你嚇人就可以 嚇人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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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美軍 根本就是大人 小孩子 你面對一個比你大很多的巨人 根本就是沒得玩的 不過這樣 威嚇的姿態一定會出現 我們看到 美國已經說會派出 航空母艦 去 替這個 護航 佩洛西的轉機 因為他這次是坐軍機去的 也看他的代表團有多大 如果只有佩洛西一個 你去騷擾他 如果機上有幾十人 有共和黨的民主黨 我又不相信你中共 夠膽這樣做 中共當時大力抗議 就說 眾議院是美國政府一部份 美國政府違反一中原則 他們完全 不了解甚麼是三權分立 完全跟這個自由世界 真的是兩個世界來的 人家是自由世界 中國基本上還是 這個盲方世界 人家是三權分立的 人家是美國互相制衡 互相監察 這個眾議院 是民選的 他的責任是監察政府 而不是配合政府 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責任就是要搞夠政府 因為 所有的事情都是順從政府 而不是民選議員 他們是來監察的 是來批評的 所以 他們的行為 跟政府 可以說是完全無關 他們的行為 跟政府可以說是完全無關 他們的行為是完全無關 他們的行為是完全不懂 訪台可能會引發各種沒有辦法預計的後果 軍方也認為 這次出訪 未必是一個好主意 官員認為軍方不過是聚述各種可能性 如果佩洛西真的要訪問台灣 軍方是會派 航空母艦去護航的 好了 我們要想一想 台灣方面又怎麼看呢 台北方面評估 北京對佩洛西訪台 採取升級軍事回應 其實 是這個可能性比去年高 因為這次 中共是要開二十大 他的緊張局勢比去年高很多 因為這次是換屆的選舉 當然選舉的選字是假的 是兩方面權力的鬥爭 我們會看到 我覺得這次 是一個很好的作用 美國究竟夠不夠硬正去動中共 跟中共頂住呢 有一個說法 現在美國拜登想砍回中共 想穩住中共 讓中共不要站在俄羅斯上 讓中共全力去夾包俄羅斯 但是這個只是他的良好意願 我覺得是沒甚麼可能的 中共 是一定偷偷地支援俄羅斯的 你想他完全不支援 其實 也挺難 所以這次的局勢 其實真的會擦槍走火 我們也跟大家分析 七八九月是今年 近年是最危險的這三個月 大家看著 真的會有大事發生 由於我們現在系統維護的關係 我們暫時 不能夠 讓大家看到 這個廣告 因為盈利模式暫時要停止 我們的IT support 就將我們的台 正在轉 戶口轉到英國 當然要盧永仁 當中一定會有些損失 我們也預料了 要轉換戶口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用免費模式 當然如果大家 能力許可的 也可以用Patreon支持我們 現在我們只得了Patreon 因為PayPal也是綁香港戶口 我們之前的英國戶口 也是 被取消了 因為大家知道 在西方 在西方世界那種 入錢很麻煩 入多一點 我們過月1,000磅給人 人們都說戶口被封了 所以很難搞 之前出糧 再出幾次 要登記 打來文章文短 才能放行 不然 在這裡轉帳 其實很麻煩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支持 吧